我们外面加板比较空旺 没有一个固定点 沙发和桌子移出去会发生不必要的意外 所以请大家注意不要把沙发和桌子往外加板上面移 不可能做得了画 所以搭架子和吊绳索这两种说法都是不成立的 那么当时会用什么方法 大家也不妨做一下思考 说不定您所说出来的答案就是我们所要解答的这个谜团的答案呢 好那么现在呢也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 花山上比较有代表的几幅图画 在花山的右上角 我们注意看右上角这里有一块凹进去的岩石 在这个岩石下方这里有一块图 这个图像叫做囚雨图 囚雨图 因为当时天气比较干旱 所以组长请来法师 不论